观众朋友观众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的特别节目 那据最新的消息我们也知道台湾大选的热烈的展开 那目前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马英九呢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呢已经宣布胜选 那么将连任台湾的总统 那么蔡英文呢宣布败选 同时的辞去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究竟马英九胜在何处 蔡英文又失败在何处 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那么马英九呢在这个继续组阁连任的 这个继续组阁之后呢 他的内政将会有如何的延续和改变 那么外交上在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又将如何的发展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也将继续的关注 那么作为这个海外 作为华人选举的一个盛事呢 我想无论是身在大陆台湾 还是身去海外的华人 都对这样一个世界表示极其的关注 您究竟有什么的看法和感受 欢迎您呢加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与讨论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马英九的胜选感言和蔡英文的败选感言 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恭喜大家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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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欢迎 人民胜利 这是我们 一条追求清廉 繁荣 与和平的 台湾路线的胜利 对不对啊 欢迎 这一个胜利 台湾人民 给了我最清楚的讯息 要我继续 朝这条路线走下去 台湾人民 也给了我 明确的使命 要我尽力 完成 创造 台湾新历史的任务 欢迎 我要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让我能够再有四年的机会 去完成台湾所需要的改革 我一定不会辜负 大家对我的期待 但是我们要像四年前一样 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 因为我们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 我要这边特别强调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了民进党蔡主席 跟亲民党宋主席 对我许多的批评 与建议 我觉得他们的意见 都非常的宝贵 我会了解 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我们关怀 台湾的心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会 感谢他们 并且 慎重的研究 跟评估 只要是对人民 对台湾人民有利的 我一定会采纳 好不好 好 未来 我连任之后 每半年 至少会邀请 在野的政治领袖 共商国事 希望能够真正的 找出对人民有利的政策 大家一起为台湾奋斗 好不好 我们在场的媒体 尤其是我们的 国际媒体朋友 总算看到我了 对于这个 2012年的 总统的选举的败选 我要在此 向支持者 致上最深的歉意 我们承认败选 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所做的决定 我要恭喜马总统 希望他 在往后的四年 要倾听 人民的声音 要用心执政 要用公平 照顾每一个人民 千万不要辜负 人民的期待 至于败选的责任 我将一线扛起 我在此宣布 持续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下一任党主席 一定会坚持 民主进入往改革转型 带领大家继续往下走下去 我也希望支持者不要灰心 不要丧气 请继续给民主进步党鞭策 民主进步党一定会再站起来 谢谢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台湾大选揭晓华人怎么看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 或发表您的见解和亲身的感受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拨899-116-0297 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Skype 与我们语音或文字互动 Skype的ID是RDHD2008 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 集市的收看 收看的网址是www.ntdtv.com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集市的收看 爱博电视的下载网址是 starp2p.com 今天我们在现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政论家陈破空先生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 还有一位我们在连线的嘉宾 是来自台湾的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 吴惠林教授 好 我们先请几位嘉宾的简直分析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他们的圣选感应和败人感应 这个结果出来了 究竟马英九胜在哪里 蔡英文败在哪里 我想请听一下几位的告诫 OK 现在看来这次选举结果 台湾的基本的盘没有改变 这是一个基本盘的体现 因为在台湾多年来 也可以说最近10年或者20年来 有一个说法叫做55对45 就说蓝营的基本盘是55% 绿的基本盘是45% 政党投票或者总统选举的 大致的版图是这样 如果有第三者 或者比如说亲民党 或者是其他的政党加入的话 版图略有移动 但大致不变 那么这次是这个版图的正常体现 马英九得票大概是52% 蔡英九得票大概是45.6% 那个亲民党那边得票不到3% 那么一方面宋楚瑜和亲民党 这个没有起到一个 就是说第三边力量的冲击作用 那么基本上维持了一个蓝绿态势 这是一个基本盘的一个体现 另外一点来说 作为蓝营来说 他胜选的话 从正面来看 他有几点含义 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之中 在亚洲经济都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台湾的经济还算是一枝独秀 最近几年 所以他这个经济在增长 这个老百姓得到很多实惠 这大概是很多人考虑的一个要点 还有特别是很多的商界的人 得到了好处 或者说从中国大陆赚了钱 这是一个可能胜选的一个保障 另外他有一种 民众有一种恐惧心 他打了一个恐惧牌 就认为好像这个 绿营上台两岸可能关系会恶化 从这个方面来讲 但是也有一个方面来 从负面来讲来 就是说这两党在竞选中 也有不平等的资源 因为国民党他有党产 庞大的党产 多达几百亿甚至上千亿 按新台币算 但是民进党没有党产 民进党的选举 这次用一个小筑铺满 从这个小额捐款的方式来说 说在资源上 他们处于劣势 另外国民党在行政资源上 也处于优势 他除了在执政中可以动员以外 他这个媒体 这个检调 法院 他各方面都占据优势 而民进党这方面也是弱势 一旦双方有什么提告 或者是爆料的话 一般对民进党不是很有利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民进党因为坚持一个 就是他们的主权意识 那么面临对岸 中共的这种强势崛起 和对选举的这种 暗装的操作 那么这方面来说 对国民党是大有助益 而对民进党是非常不利 总之这些在种种因素下 国民党的胜选 应该说 并不是让人感到非常意外 这个蔡英九虽然败了 蔡英文 这个蔡英文虽然是失败 但是虽败有荣 因为守住了几本盘 而且呢 就说是战斗到最后一线呢 都应该说是 看得出他还是气势如虹 就是在一种宏观形式下 失败 但是虽败有荣 对 我是觉得我们看这个 马总统他的这个 圣选感言里面提到 有就是说 对这个清林的一个支持 其实是民众对民进党 他上台之后 对他的这个执政团队 是有一定的疑问的 这影响了民众的投票 另外一个是说 蔡英文主席呢 他在这个 对这个九二共识的阐述上 他没有把它很阐述清楚 其实呢 蔡英文 他是你可以考虑他的背景 他是之前在 国立政治大学里 是一个法学系教授 他以后回去的时候 他在 他又做的是一个贸易系教授 所以他对这个国际贸易当中 对跟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贸易的 和对本土的影响方面 他研究的是十分透的 他其实说九二共识 说了一个什么问题 是包括现在美国 也在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企业跨国化之后 他把一些工作机会 移到了国外 但是企业的利润 是不断增长的 但是他没有给本土的 这个民众带来任何好处 所以他提到了一个 九二共识的问题 他最后把这个东西抛出来说 他其实是想说的 国内的这种 台北的一种 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反映的比较激烈 就是房价在台北是上涨的 趋势很高 那么新的毕业生就业是一个困难的局面 是因为这些企业把一些基本的东西 移到中国大陆去 那么他没有给台湾带来一个好处 所以他这次主打的 就是说要为台湾带来好处 但是我同意陈破工先生的话 就是说他最后 还是有蓝绿的一个 意识形态的一个东西 最后战胜了 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考量的 就是说工作的考量 或者是对自己个人福利的一个考量 这个占了一个主要 造成了一个态势 就是说蔡英文在北边没有大胜 没有小输 在南边反而他是没有大胜 所以他今天输 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个因素 就是说这一次的宋楚瑜参选 他到最后也不退选 到底是对国民党马总统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的一个分析来看 就是说他不退选 按照他以前的一个惯例 他参选他不可能得票率低于6%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蔡英文主席和那个马总统 他们俩的票差是将近6% 而宋楚瑜他的票得票率是2.7% 就是他在他自身有3%到4%的票是留回给了马总统 因为大家觉得今年蔡英文很强势 他有可能就是说参选 那么泛兰阵营他进行了一个整合 为什么呢 他也还有一个立委同时投票 这样的话他有个补偿心理 就是说我把总统票虽然投给了马英九马总统 但是我把立委票投给了这个亲民党 这样我们看到亲民党在这个不分区立委当中的得票率 已经超过了5% 他肯定会拿到一席 那么包括他之前拿到一席或两席 就是说他会拿到更多的一席 有这么个补偿心理在 所以各个方面的因素 就是造成了蔡英文的一个败选 好的 那我想马英九当选之后的话 因为他是竞选的连任 我想他在内政方面的话 以及外交方面究竟有哪些的延续 究竟有哪些的变化 是变化多还是延续多 我想一会儿我们也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播放一个片子 来回顾一下他的这个从政的历史 1950年7月13号出生在香港 是马家五个子女中 唯一也是最小的儿子 马英九在台北长大 70年代前往美国念书 并顺利取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80年代返回台湾后 马英九展开他的政治仕途 锋芒毕露 前后担任陆委会副主任 法务部长和台北市长等重要职务 马英九这次的黄金搭档 是现任行政院长吴敦毅 吴敦毅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 担任过高雄市长 以及国民党副主席 马英九会选择吴敦毅为副首 很大一个原因是2009年的 八八水灾中 政府救灾不力导致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 声望大幅滑落 几乎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挑战 当时的隔魁刘兆玄引咎辞职 行政团队危机四伏 吴敦毅在这时临危寿命 成为马英九的得力助手 马英九上任时随即碰上08年的 全球金融海啸 以致他当时竞选时所提出的633 股市上万点等证件都没有能实现 再加上八八水灾严重打击马政府的声望 昔日的政治明星民调狂跌 从47%一度下滑到16% 然而在近两年中 马英九以稳健的作风逐渐重拾民众信心 吴敦毅作风形势果断 对对手咄咄逼人 对民众动之以情 或多或少都重振了马政府的威信 从选战开打以来 马英九的民调大多以小福的领先 胜过对手蔡英文 政策方面 两岸的和平稳定是马英九最自豪的政绩 他力图缓和两岸气氛 主张两岸外交修兵 以中各表 不统 不读 不武 等立场 开启两岸协商谈判 并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等15项协议 不过 马英九对两岸的政策似乎过于温和 被解读为倾向妥协北京当局 此外 虽然执政期间经济成长率高过全球平均 但是长期失业率居高 以及基本工资偏低等 而这些都将成为马英九未来的重要挑战 马英九在外交上推展活路外交 从上任以来台湾免签证国家或地区有54个增加到了124个 去年年底台湾被提名为美国免签证计划的候选国 为台湾的外交打了一记强心针 BBC也撰文指出 这是台湾软实力的展现 和前任民进党政府比较 马英九滤己慎言 要求家人与部署不能涉贪 宣誓成立清廉政府 宣誓扫荡贪腐的决心 获得大多数民众的好感 和2008年的总统大选比较 这次马英九的得票数大幅下滑 但仍巩固了基本盘 但选票流失超过100万票 是值得注意的警讯 马英九提出开创台湾黄金十年的证件 未来将在选民的严格监督下得以延续 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您刚才收看的是 关于马英九的回顾短片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 台湾大选揭晓华人 怎么看我们已经有观众朋友 早早的就在线上等候了 我们不想让他等候太久 我们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那么首先一位是新泽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您有40秒的时间 你好 基本上今天最初的 你们的观点都很好 还有我的想法是 现在马英九总统的当选 这是下一任 他以后的绊脚石还存在 他的绊脚石是谁呢 不是民进党 而是中共 你看他的和平进程 将来中共就会用其他的方法 使他这个行使和各种行政权力 会比较比较麻烦 还有这次显示出台湾的选举 又是证明他们的民族 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是可以这么做的 中国人有能力这么做 对大陆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大陆人的动作 好 谢谢彭先生 我们再接一个观众朋友电话 德州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你好 我现在觉得这个挺不错 我觉得是一个 我对马总统的印象也是不错 我对蔡英文的印象是更觉得更好 但是我觉得他的思路 这个蔡主席的思路 好像多少有点不是那么清楚 但整体还是蛮好的 我对他的印象 我是希望他胜选 但是我对他这个印象蛮好 马总统当然也不错 好 好 谢谢高先生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要先进行广告 观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台湾大选揭晓 华人怎么看 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 首先我们请嘉宾先回应一下 刚才两位观众的这个问题 对 我们要这次看到这个选举 甚至马英九虽然甚了 但是他表现得很谦卑 他是这个尊敬对手 而且说听到了对手的意见和民众的声音 要改进自己的那个政治的作为 这个跟中国形成对照 如果是这个根本 一个是没有选举 也不可能在大雨中去致辞 另外他就说 这个也不可能对人民表示任何的感谢 那败者呢 蔡英文呢 这个一个是非常有风度的成任败选 同时一肩扛起责任 持续党主席 但是呢也不气雷 表示民进党可以东山再起 可以继续努力 同时对对手表示祝贺 我想这种风度的体现 都是台湾民主的一个体现 就是台湾民主的成熟理性和规范 已经在华人社会竖起了一个标杆 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我是觉得德州高先生说 他非常喜欢这两个候选人 他们俩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是他们在97年到98年的时候 他们同时在台湾的这个国立政治大学里面做教授 当时是马英九总统 他是一个副教授 然后蔡英文主席 他是一个贸易系的教授 你看到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儒者的一个心态出来 而马英九他走的就是说 他们要跟这个普通民众打交道 你看马英九他是要走到 就走了一个蒋经国的路线 到这个农村去跟农民请听他们的声音 然后在农家住宿 那么蔡英文主席 他就是另外一种态度出现 就是我是一种就是一个教授 我是跟大家慢慢的讲我的理念 也是很被下面的所认可 另外在这次大选中 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国际上的一个潮流的变化 就是说有以前的一种权威崇拜 朝向一种魅力崇拜的一种变化 他已经不是在 就是现在国内中共认可的那套的一个变化 另外现在中共他主要是一个 我们看到他不管是支持这个马英九也好 或者是他打击这个民进党也好 他其实真正想造成的 不是说谁当选台湾的总统 他是想在台湾造成一个内讧和一个内乱的 一个局势 这样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 因为不管谁当选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时候 台湾两方的这个一个候选 他都是往中心靠的一个局面 包括现在提出的两岸政策 我们看到蔡英文主席 他也没说我一定是要台独或者干什么 他也是往中心靠 说希望两岸的一个和平 那么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 他的这个黄金十年当中 他提到了一点四个确保里面 第一个就是要确保中华民国的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特别是他在新的就是说在美国 从和亚太这样一个大的局势下 他提出了要加入这个泛太平洋的这个一个伙伴官 也就是TPP 也就是在各个方面来讲说 他现在的政策就是说马英九政策也是要往中心靠 也不能跟中共走得很近 特别是他在去年前年他曾经因为本土化被中共批的很厉害 但是他也发现就是选民来讲 就是说他的选民都在台湾 他一定要照顾他选民的利益 这就是民族的好处 他可以让各个就是思想不同的人 我们找到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就是说选战是比较温和的 与他们两个的这种儒者的风范是有很大关系的 好的让我们还是就是说连线一下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前线记者 驻台北记者张明竹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明竹你好 可能由于这个技术原因的话呢 一会我们再来连线这个记者请他播报一下在前线 因为身在这个前线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再接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 一位是纽约的陈女士 陈女士你好 你好 我觉得基本上这次台湾的选举是完全不公平的选举 第一个行政 那个马云九用那个行政团队来故意抹跌 再加上用健康对方阵营的那个方式 所以在美国的话 美国当年的标准 你升到最后当选的还是要下台 我觉得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 马云九早就应该退险 假如台湾的是以美国这样同样的标准来看的话 马云九的团队实在是真的不够漂亮 而且是非常无措的 好 好谢谢谢谢陈女士 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电话 大陆的郑先生 郑先生你好 你好 那么我想说一下 看到台湾的一个选举 我们想到大陆 大陆人民现在没有选举权 大陆的选举那都是假选举 它是没有竞争的选举 但是我现在告诫台湾的执政党也好 在野党也好 也就是说今后哪怕是民进党执政也好 国民党执政也好 就是说这一次是国民党执政了 今后也可能是民进党执政 但是我要告诫你们 那么你们的最大威胁 实际上是大陆的专制对你们的威胁 大陆的专制暴政对你们的威胁 那么大陆一天不能实现民主 你们就没有安全 你们不要指望美国日本保卫你们的安全 你们的安全在于大陆的民主 当大陆有了民主的时候 你们就有了安全 你们童也好 独也好 那都是台湾人民 也是中国人民 共同的 你们自己的选择 也是台湾人民选择 中国大陆人民都可以选择 那个时候是统是独 其实都很自然 如果没有民主 那大陆没有民主 那你们是危险的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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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郑先生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已经连线到了台北的记者张明竹 那么他身在现场 我们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明竹你好 那个明竹 明竹你好 是 主持人好 请你介绍一下 因为你身在台北的一个现场 请谈一下 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展 还有当时在现场的一个感受 好的 那么谢谢主持人 还有现场的来宾 那么今天呢 就是14号的台湾的总统 还有立委大选 其实目前台北的时间 10点26分 已经是全部都开票完毕 抵定了 那么也确定国民党的 马英九和吴敦义 确定当选 第13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 那么先跟各位 简报一下今天的一个得票状况 国民党的这个马英九跟吴敦义呢 他们总得票数是 689万139票 那么民进党的蔡英文和苏佳全 得票数是609万3578票 所以相差的大概有80万票 那得票率的部分呢 马英九的得票率是51.60% 那么蔡英文的部分 得票率是45.63% 好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 总统大选的部分的一个得票情况 那么在立委选举的 拍票结果呢 这一次第八届立委选举 一共要选出79席的区域立委 那么国民党拿下了48席 民进党是拿下了27席 民党一席 其他有两席是五党 这个是立委选举的部分 好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要来关注的 就是今年的投票情况 因为呢 其实今天原本14号的天气 气象预报是告诉民众是说 这天气可能不太好 那么会下雨 所以呢 大家都预估说 这个投票情况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不过呢 14号天气非常的好 那么大家也因为天气好 可能也原本也预期说 投票的这个出入的比率会高 不过呢 根据中选会公布最后的总投票率 是73.9% 所以如果从这个投票率来看 跟所谓的天后状况的影响的话 反而好像普遍这个台湾的媒体也好 舆论也好 就有一个反应会觉得 好像这个投票率 并没有原本想要来的这么高 这是目前的一个 今天 实际上在台湾的总统立委选举的 一个大概的情况 好的 谢谢民主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 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场的 在这个胜选感言的 马英九的现场 也看到这个大雨倾盆 每个人脸上都油光 尤其是这个观众席上的这个大雨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那么刚才民主介绍了 这个不但是这个总统大选 同时也有立委大选 那么这个立委大选的 这个现代的情况 我们想请这个嘉宾的话 作为分析 这个很有意义 因为马英九虽然胜选了 但是我们看到 首先他的选票比上一届少了 他在2008年胜选 是以超过200多万票 大幅获胜 他得到700万票 当时对手的民进党的 谢长廷只得到500多万票 相差200多万票 那是绝对的胜 而当初的立委选举 他们是拿下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 亲民党台联 那些小党全部都没入门槛 只有国民党和民进党 两个党在里面 但是民进党只有三分之一的逆次 而国民党三分之二 也就是民进党的两倍 但是今年这个状况改变了 改变在两点 第一 马英九的虽然胜出 但是得票率和得票人数大减 从200多万票胜 只缩小的只有80万票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可以看出 明星对他这个潜质更大了 另一点就是立委 立委 国民党虽然目前总数上 还超过民进党 但是首先我们看到小党突破了 亲民党现在有三席了 台联已经有三席了 那么剩下的席次 刚才说的是区域立委 还有部分区立委 根据目前的状况来看 国民党虽然领先 但是已经退缩 民进党虽然还滞后 但是民进党的立委的席次增加了 比如说在高雄 原来国民党有六席 民进党有两席 但是现在的高雄翻了天 民进党拿到了七席 而那边绿色变成了两席 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变化 另外在台南 民进党是全部拿下了 就是全绿 另外在台北 本来上届他们是全部是蓝 就是国民党全部八席 这次他们的口号叫八相过海 但是他们失去了一席 就是绿色的姚文字拿了一席 也就是说国会将出现一个 国民党席次减少 而在野党增加的情况 马云九执政党设了更大的牵制 刚才有观众提到两岸的关系的时候 马云九执政之后 两岸关系 他很难像第一任那么去顺利推进 比如说他中间提了一个和平协议 他说他下任要签署和平协议竞选中 但他刚刚提出要签署和平协议 立即出了很大的反弹 他的支持率巨强 那个时候他不得不改口 说和平协议必须经过全民公投 经过台湾公投 而公投恰伙是在野党的长项 由此看来 在野党在国会的增长 马云九虽然是胜利 但是马云九的第二任将是一个弱势总统 第一任是强势总统 第二任将是个弱势总统 他不得不听取民众的呼声 就像在他在竞选的得胜感言之中 所讲的那样 这个东西就是造成一种局势 就是说 其实是民众用他的选票 跟马云九上了一课 就是说我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你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现在造成台北的房价的高涨 一个找工作比较难的一个情况 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这种初级工作减少 那么贫富差距增大 那么你的企业都遇到大陆了 对我们造成的一些影响 他也在教育马云九 就是民众用自己的选票告诉马云九这个事实 那么看到马云九总统 他也很谦卑的在最后的一个竞选感言中 他说了他会解决这个事实 看来这个大选对台湾的一个有利的方面 就是说他已经吸取这次大选给他教训 我们特别发现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马总统的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 他会定期召开一个类似大陆人非常熟悉的政治协商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之前是谁提出的 是蔡英文主席提出 他说要做一个大联盟 就是让所有的政党都能够参与这个执政 所以这个东西说明台湾他正在慢慢往中心考 虽然现在蓝绿的色彩还能起到一个决定 这个就是大选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台湾的第三代在台湾成长 他们会不管自己的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一个差别 他们会更忧心的考虑自己的民生自己的生活 那么谁提的这个更具体 特别像纽约这个陈女士说的 如果是像美国和这个加拿大 他会更理性化的一个民生的一个考量 我想很多的这个这个华人的话 很多人都通过电视的这个画面的话 感受到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线上还有一位这个特要的嘉宾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 吴惠林教授 我想您的身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本土感受更深 您对这个这次的总统大选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吴教授 可能由于这个连线的关系的话 我们一会儿再连线 我们一会儿再连线这个吴教授来 请他来谈这个对现场的观察 好 刚才我们就是谈到了这个 马英九是胜选的连任之后 究竟他在内政的方面 有什么样的将是有更多的变化 还是有更多的这个延续 我们来请现场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想内政倒是变化不大 因为内政来说 他就是主要是打经济牌 打民生牌 那么他在第一任中呢 有些显示执政能力不足的地方 像那个八八旧灾和一些处理紧急事件 显得非常能力不足 可能会得到吴敦义的这个补足 那么他会注意到这个青年的失业问题 注意到高房价的问题 这都是在野的蔡英文 民进党提出来的 我想他会更多的留意 否则的话 他们的政党票会更多流失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 立委补选中 国民党没有一次赢过 全是民进党赢的 也就是八八水灾之后 那个立委补选 出现了补选情况 全都是民进党赢 那么这是一个内政的大致不变 但是这个对外交 这是一个马英九的一个考验 因为在国际上我们看到 中共陷入了国际上的一个战略包围 美国在亚太地重返亚洲 部署重兵 然后联合亚洲的国家为同盟 对中共实行围堵的时候 我们看到 即便是缅甸 俄罗斯都在发生民主的演变 那么对中共的包围圈收紧了 但是如果马英九对中共继续示好 如果是仅仅是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处于经济增长的考虑 要跟中共比较接近的话 那是国际围堵中共的战略会出现个战略缺口 这是我们要有所警惕的 但是由于人民的牵制 人民的选票和国会的牵制 我想马英九不敢在这个方面卖出更大的布置 但是要警惕像连赛 或者是其他这些人 亲共人士的拉拢 或者是签字 这是一个 两岸关系仍然是马英九的考验 另外在国际关系上 美国这边问题不大 因为美国他说了 不管谁当选 美国当务之急都是要支持台湾 同时承认台湾的民主价值 另外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 不至于那个地方声势 因为美国现在集中精力于经济 同时集中致力于对中共的战略围堵 因为美国的新战是目标指向中共和伊朗 其实主要是中共 因为如果把中共解决了 伊朗是湖底抽薪 对北朝鲜也是湖底抽薪 所以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 中共是大问题 马英九如果说真正坚持 如果说中华民 他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他坚持什么理念 我们尊重 如果他真正要坚持 中华民国的主权的话 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包括大陆地区的 我想他应该 应该不仅仅是考虑台湾 他应该锐意进取 坐路中原 去考虑在中国取得什么地位 不仅考虑台湾的民意 考虑中国的民意 考虑中国大陆的民意 能不能救中国人民于水火 比如说对中国的这种人权问题 对这种迫害问题 是不是能够更大声的说话 我想这是马英九最大的挑战 我也希望他跨出这一步 但是能不能跨出这一步 也是我们的忧虑所在 其实我们看到 在台湾面临的问题 同样在大陆面临 一个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在大陆也是一个人口老化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一个 生活成本的高涨 导致在特别台北 就是房价的高涨 导致年轻人结婚比较晚 要孩子也要的比较晚 这样就造成一个 少子化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这次台湾大选 它不同的政党 对于这个提的就很足 就是怎么样保证 就是说他有了孩子之后的 入托问题和一个幼儿园的问题 马英九 包括他们买房的问题 马英九总统提出的 就是说一个补助 对于买房的一个补助 和近更多的类似 大陆人可能比较了解 就是一个邻租屋的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实 在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下 他不得不他去买人民的好 买人民的选票 他要主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 当然在大陆你看到是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就是说 我房价什么时候高到 你们受不了了 要造反的时候 我再来解决解决 或者我要怎么样 我说一句话 就怎么样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纽约时报 提出的一个很好的 就是台湾这次选举 还面临着一个台湾的 这个核定战的未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蔡英文主席他提出的是到2025年 就是无核化的一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首先要休息一下之后 再再回来继续讨论 观众朋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讨论 台湾大选揭晓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台湾大选揭晓 华人怎么看 让我们呢 让我们呢 就是连线的 我们在线上有位嘉宾是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 吴惠林教授 我想呢 这个很多的其他华人 都是身在海外去看到这个footage 那么您在这个现场 有亲身的感受 您对这次大选 有整体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么现在呢 马英九当选了之后 他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 我想听听您的见解和看法 对 我的看法 并不是马英九胜利 因为由这个要求 这个减少了很多了 那如果说 那些台湾都站出来 说他是不是 如果这个因素 是由于 该政治联合原因的话 那这个能够说 对于中共 那这个 这个共同市政策的这个胜利 对于这个台湾的原理 受到这个共赤 然后呢 也是会造成了两种这个协议 那么我刚刚又说了 最佳步的这个台湾 就是说现在很正宏 所以他这个签对是应该很好 而且他应该好好地 写一调一下 说为什么这个 这个告示以前 有这样一个那么样的车 然后那 那一群这样说原来 这个 这个 对其他的的现在 已经不其他了 应该是好好地 去想一想 然后对来的计划 案件是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包子的 应该好好地 如果他再想 这个这个共同市 应该是有地中性 就好了 但是他就讲 应该是要 逼这个对案 不要好好地 然后这个 就这样好好地 就现在台湾最重要 这个问题 它现在经济的 已经越舍弃了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这个 这个 中共 也得 它虽然 这样就会干净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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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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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吴教授的分析 好 那我们今天看了 这个 吴教授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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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呢 呢 就是提出了这个点评的分析 我想呢 面对着这样的 在台湾呢 唯一华人世界的这样一个选举的 民主选举的这样一个盛世的话呢 全世界的华人呢都在就是关注 那么同时也关注着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有一个新闻的短片呢 我们先给大家播放一下 据传北京已经对学者下达封口令 要求他们不得对台湾大选发表意见 不过海外的媒体以及中国网民 却对海峡两岸鲜明的态度大感兴趣 尽管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报道有很多限制 民众还是通过微博陆续传播台湾选举情况 许多人发表微博表示要求中国民主化 有人写道 中国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什么时候才能跟台湾一样投票 也有人表示希望结束一党统治 网民表示台湾的选举这是民主的样子 这才是正常的现象 还有北京摄影师李振胜 在微博选用台湾大选 各候选人到处拉票 向民众鞠躬的系列图片 与大陆百姓为了求生存 向领导或有关部门下跪的系列图片进行对照 表达了有选票与没选票的差别 另有大陆记者坦言 制度缺陷一直在让人民跪着当家做主 香港太阳报说 对无权选择政权的中国人来说 同属中华文化圈 拥有民主制度的台湾富有魅力 中共当局担心台湾的选举 会对访问台湾的中国观光客 产生恶劣影响 因而减少了对团体观光访台申请的许可 日本主要报纸 独卖新闻12号则发表报道 指民主选举 对访问台湾的中国观光客 富有魅力 报道说 对生活在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人来说 这是2008年7月 台湾解除大陆观光客 来台禁令以后 第一次看到民主选举 选举集会 截日班的热闹对大陆客极富魅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台湾大选揭晓 华人怎么看 我想呢 无论是您身处大陆 台湾或者是海外 都想发表您的这个 在这个台湾对竞选结果的这个感言 那么我们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已经在线上 我们先接他们几位电话 德国的易先生 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两位嘉宾好 听得见吗 您好 能听见您请讲 我很同意 很赞成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和评论 我想台湾这次大选呢 让人看强烈的感受到 民主制度下中华民国魅力四舍 大陆那个专制暴政下的野蛮社会丑陋不堪 由于华人遍布世界各地 所以呢 这次台湾大选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成熟的台湾大选 使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了 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强烈的冲击着中国大陆民众的自尊 尽管中共的喉舌一改以往媒体文宣抹黑的方式 保留了点口德 但是北京这次台面下的小动作不断 试图采用以台制台的策略 诱惑甚至恐吓台商支持国民党 面对追求民主的世界潮流 中共以往那种张牙舞爪 歇斯底里诅咒民主制度的嘴脸 只能反衬出台湾民主社会的魅力 我认为台湾的大选 胜过中共举办十次奥运会 比起纽约时报广场上的中国宣传片 更能吸引世界的目光 因为台湾的大选呢 是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的真情流露 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生动展现 在台湾国家的领袖们 鞠躬握手败票 而在大陆呢 百姓们下跪哭诉磕头 如此大的制度反差 我想同为华人社会 面对台湾的大选 中国大陆的民众情何以堪 我想过不了多久 当华人走到世界各地 就会听到您是来自台湾的吗 那种真情友善的问候 届时全球的华人 一同分享民主社会的荣耀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易先生 我们再接位观众朋友电话 加州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你好 马英九连任 和总共的主权分不开 总共发动了以九二共识 为口号的统一战线 在总共的软硬揭示下 大陆台上老板们 如郭台铭、张英发等人 跳上了九二共识统一战线的前线 充当了牌头兵 九二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不存在一众戈表 制造一众戈表 是为了给连战等国民党人 投共解放的 为了达到统战的目的 总共这一众戈表 模糊处理 只提九二共识 现在把恐动的九二共识 变织成总共统一战线的口号 马亦九的父亲马赫林 接马亦九的临终耶稣是 好我们谢谢 谢谢吴先生 因为时间我们非常有限 我们已经明白您的观点 我们下一位的观众朋友 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电话 每个人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你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 纽约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好 刚才德国义先生和加州的这位 吴先生的话都非常中听 我讲几句话很简单 我说马亦九先生是能 蔡英文女士是能 宗处义先生也是能 台湾的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能 因为他们走上了能的道路 在能的观众里面生活 道路是张一能 我不想说不是能 但是他们需要 第一把自己要进行脱胎换国 脱胎换国的方法 就是要把六十年来 给搞坏的脑子进行修理 这就是repair 还有些人脑子没有坏 但是卡住了 那就需要reset 那就是重新启动 还有些人呢 他的脑子里面垃圾太多 那就需要把它清除 这就需要initiate 这是非常重要的程序 如果做完了这些事情 那么中国身上一人都是能 我都花完了 好 谢谢 谢谢陈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电话 德州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是我吗 高先生您好 德州的高先生 对 我想知道这个 对 我想知道这个 当时这个辰职典 这个政绩不太好 然后呢 他又缠上了官司 那么这一方面的东西 对民进党来说 这次选举败选的话 有多大的影响 如果拆除它的影响的话 蔡英文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胜出 这是我的问题 完了 好的 谢谢高先生 我们再接位观众朋友 纽约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是 我 我的 我想说的 是您请讲 我有两点意见 就是这个对中国 会是对台湾的以后的选举 很有影响的就是 应该投票的人 应该把他那个 候选人的那个 传单 留下来 告诉他 我以后 你做这个总统做四年 我就以这个 你自己宣布的证件 来给你打分数 如果你 你不及格的话 我下次就不投你的票 这样子对他们那个 候选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他不敢乱讲话 不敢乱开支票 第二件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有一定的想法 就是 好 谢谢陈先生 我们时间非常紧 我们再接 纽约的钱先生 钱先生您好 您有半分钟时间 您好 是我吗 您请讲 您有半分钟时间 我觉得我昨天看了马英九 他们三餐餐变了 我感到很感动 他们都说是自己的心里话 我想大陆的观众 可能看不到他们这种民族的话题 这是大陆很难过 我希望他们能大陆的观众 也能看到台湾的选举 让台湾带动大陆的选举 好 大家都有 好 谢谢陈先生 我们再接位 加拿大的马先生 你好 你有半分钟的时间 对 然后呢 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赢的是下人 下来的 一方面用九二共识来下台湾 另一方面呢 用台独来下中共 然后大家都是含泪 大部分都是含泪血的 就像那个螃蟹轮子一样 去给点吃的 那个鸡架子 然后大家都进去吃了 所以说这个选举呢 另外他选完了以后 他说是我们赢了 不是人民赢了 好 谢谢马先生 我们时间关系 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那个可以 不一定有时间 我们想请现场的嘉宾来评论一下 这个台湾呢 因为是华人地区的第一个民主社会 它的影响非常大 在中国十三亿人注视着它 海外几千万的华人注视着它 香港七百万华人注视着它 这次的台湾大选呢 在中国大陆呢 这个在新浪或者搜狐这些网站上 都对总统候选人辩论有直播 对中国民众影响很大 大多数的网友 对台湾民主都持正面的看法 另外在海外呢 有组团去官选 香港也组团去官选 非常的热闹 这个我最感动的就是说 那个组团官选之外 有很多大陆的这个华人 还有大陆游客也拥起来 尽管中国大陆限制团体 但是这个个人游啊 非常的火爆 在选举前都想看台湾民主 他们说的一个共同的话 就看了台湾的民主 非常的感动 他感动的就是什么 这个这个在住在加拿大的一个 一个年轻的学者 中国学者就讲 他看了台湾大陆只想哭 他为什么呢 他住在北美那么多年 被西方人看不起 觉得中国人就是奴性十足 就是不配享受民主 他看到台湾这么的 这么热烈的精彩的 这个有序的 理想自己的民主 以选票来选自己领导人 非常的感动 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就只想哭 说这个就是非常感动 我想台湾民主 已经是中国的灯塔 这是毫无疑问的 说中共这次 他一个是他 这个不敢在台湾上去台湾说话 而且他连续取消三次这个发布会 一个是取消了10号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 取消10号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取消13号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他不敢对台湾民主说一句话 他的背地里动作不断 这次才因为败选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台湾的商界大佬都站出来停马 这个商界大佬看出来是 他的一个利益的体现 但是背后是中共的压力 所以这看出来 刚才台湾有一个民众提到说 陈水扁的官司有没有影响 我想陈水扁的官司影响很小 因为都过去了那么多年了 但是这里面我要注意到一点 蔡英文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蔡英文是学者性出身 没有参加过选举 他以前是政务官当过 但是像那个马英九陈水扁 他们都是典型的政治人物 从这个选市长或者选立委 这一路选过来 所以有选举的经验 所以蔡英文能够拿到600万票 已经是很不简单 就是说双方都达到600万票 只是差距微小而已 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九二共识 就是说您从现在开始看 到明天中共的媒体会说 这次选举是九二共识的胜利 我想说的 它不是一个九二共识的胜利 因为它是一个台湾基本盘的胜利 另外提到一个陈水扁 她的是否对这个有影响 陈水扁本身没有影响 但是由于陈水扁这个案件 倒是一个后制的 包括马英九 她一直在说的这个腐败问题 大家会对蔡英文阻隔的话 如果她当选 她下面的团队会有一个疑问 这是一个影响 另外就是说现在台湾的民主 它还没有像北美的这种 就是像刚才我们有观众提到 就是能不能给他们有一个打分 北美是说你当年许诺的什么 到你四年之后 你必须兑现什么 比如说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哈巴 他为什么能够继续执政下去 因为他当年许诺 把联邦的税从7%调到5% 他第二年就做到了 所以他会一直的这个继续下去 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更加理性 就是更加抹去这种蓝绿意识色彩的 台湾下一步会继续这么走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一届已经是人民用选票 告诉了马亚九 我对你的这个政策不满意 你没有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这个 我们这个台湾收入增长的问题 是台湾的通货膨胀是很小 只有百分之 这个物价指数增长只有1% 百分之5% 但是我们还是不满意 我们需要的更多 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话题 就是说台湾大选揭晓 华人怎么看 究竟如果大家用两句话 每个人20秒的时间 究竟怎么样来涵盖这个 我想每个人20秒 我想华人说了一句话 说得很清楚了 说台湾能用那个选票来选总统 那中国大陆什么时候 13亿人什么时候能行使选票 就是我们华人一定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们要有自己 要有骨气 我们跟台湾人是平等的 都是华人 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努力 赢回自己的投票权 我想说的是 中共它现在做的一点 包括它把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 谈那么高 他其实在做了一件 把民主神圣化的事情 这是一个错误的 我们记住民主是一个人与人 互相沟通 互相协调去解决事情的事情 不需要中共你来代表我们 不需要中共你现在 现在中国国内的人大正在开 不需要你用人大来代表我们 我们是一个人与人 我们可以玩这个游戏 我们也玩得起台湾 玩得很好 我们会继续玩下去 中国人 好的我们时间 有时间关系 我们这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台湾大选技巧华人怎么看 我想透过一系列纷纷复杂的现象 和选举的结果 以及背后的分析 我们将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 在线上 我们不能接听他们的电话 对此我们表示非常的歉意 希望您以后早点打来电话 我们非常感谢 现场的几位嘉宾的点评分析 陈破空先生和赵培先生 和我们在线上的吴惠林教授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